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猴子之间相互拨弄身上的毛,并且不时从中食出些东西放到嘴里,有人说他们在捉狮子吃,不是这样,猴子放到嘴里的是一种他们身体上的分泌物,成白色的颗粒状里面含盐微量元素及其他物质,他们之间互相减食既清洁皮肤又有益于身体,真可谓一举两的这种捉狮子的动作,往往是地位低得给地位高的捉,似乎有八戒的意思有时候妈妈也给小猴捉, 在人类看来这也是一种母爱的体现,在动物园里,常常看到猴子之间相互在对方的身上,拾取什么放在掉,于是人们以为这是猴子在给同伴狮子吃,其实这不是猪而是从同伴身上食盐粒吃,猴子出来的汗液里还有盐分汗水挥发后,这些盐分便同皮肤和毛根上的污垢结合成盐粒,由于动物园的猴子的食物里味加盐,猴子便觉得盐分不足,就彼此拾取对方身上的盐粒吃, 看起来好像是在给同伴捉狮子 你必须知道吗? 你需要说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